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学,大家好 皇帝宣言士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 我过去在台湾曾经六度遥寄皇陵 今天能够带着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到陕西来亲自寄皇陵 我个人感觉到意义重大 1912年3月,孙中山先生亲自撰写中华开国五千年 神舟轩辕自古传 创造指南车,平定赤油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的著名的纪文 并且派出代表团祭祀皇帝 1937年清明节,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同党党一起在皇帝陵 举行共祭中华民国始祖轩辕皇帝的仪式 这些都是重要的象征 代表无论是哪一个党派都供奉皇帝作为我们中华民族 严皇子孙的共同始祖 大部分的台湾人对中华文化与民族认同都有非常坚定的信念 即使过去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 仍然坚持身为皇帝子孙 保有台湾人民族的主体性和尊严 70年前,也就是台湾光复的第二年 台湾各界其佬如林献堂 秋念台,李建兴等 这个祖团到大陆祭祖 特别到皇帝林禀告祖先 台湾已经从日本手中光复 这是台湾人在日本统治50年后 回归中华民族重要的象征行动 令人感动,令人怀念 我一直认为 圣中追远,饮水思源 是中华民族建立数千年优良传统的重要根据 更重要的是 圣中追远,远远流长 既然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也是台湾人美德的一部分 我这次亲自来到这里 就是希望借此表达 台湾人对于传统中华文化尊重尽主的重视 也让更多人了解 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最后 我用当年台湾摇记皇帝的记文 和平两岸,双赢共荣 同胞一体,允殖绝踪 为我这次亲记轩辕皇帝林做个注脚 我也希望我们来自台湾的年轻人 透过这次难得的机会 要更加牢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根源 以及身为炎黄子孙的骄傲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113年前 国库孙中山先生领导同盟会 在黄花岗起义 包括两位台湾的义士 一位是罗福星 是来自苗栗的 许湛元来自于台南 有两位参与 其中英勇牺牲的72位律师 抛头颅赏热血 慷慨就义 一位作家 他们两位都是从台湾来 无不以此而大声兴奋感 他在黄花岗烈士事略虚文中高度评价 黄花岗起义 他说 在黄花岗起义士的年纪平均是29岁 他们的行业 有医生 有工人 有学生 有军人 本来都有很好的前途 可是却选择了在最青春年华的时候 牺牲小我 成全大我 为国家民族更好的未来 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我读到林决明历史 《语期诀别书》 其中非常非常的感人 他在里面怎么写的呢 他说 无今已于此书 予如永别已 无作此书 泪诸于笔墨其下 不能尽书而至戈笔 无至爱如 而此爱如一念 使无永于救死也 无至欲如以来 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然而遍地心善 满街狼犬 称心 快意 几家能够 无从无爱如之心 祝天下人的爱举所爱 所以敢先入而死 不顾如也 如体无此念 于提气之余 亦以天下人为念 当亦乐牺牲无生 于如生之福利 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我每次读到这一段 他常常泪流满面 真正为这些革命烈士 牺牲奉献的精神感动不已 我今天来到滑滑岗自业 志祭 缅怀这些烈士 当年展现 为广大 广大人民幸福牺牲 救国家与苦难的精神 格外感到激动与感动 同时我看到 大陆将黄花岗维护得很好 甚至变成一座纪念公园 让一般民众可以来此运动追思 一方面也让这些历史与生活 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让我觉得黄花岗精神 是生生不息的传递下去 我期盼这个黄花岗精神 能够不断传承 让后代子孙 两岸的中国人 都能永远记得 这些先圣先贤 为我们的牺牲与奉献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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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